哇塞,得配上皮一块吃才香 可有好久没吃炸鸡了,外焦里嫩的,香香就流口水啊 买了5只三王鸡,全家一人一个,配上啤酒吃,不要太爽 先给它洗洗 鸡骨剪开,一会儿方便炸 鸡转鸡头去掉 骨头按平,待会儿好操作 拍点烟料 还有姜 鸡粉,奥尔良腌料 一袋牛奶 米酒,一盆清水 拌匀腌制5小时 在那儿调一个脆炸粉 一大碗面粉 淀粉,少来点泡打粉 搅拌均匀 打火鸡蛋 蛋液搅匀 鸡也腌好了,先裹脆炸粉 都给它裹匀了 干面再躲下来 蘸一层鸡蛋液 再裹一层脆炸粉 再裹一层脆炸粉 躲掉多余面粉就可以了 定型之后转销后再炸15分钟 青鸡蛋液 煮一下 鸡蛋液 跟烤鸡蛋液 煮到蛋液 煮到蛋液 两个蛋液 好久没做过这个 来看一下炊液下降了 酥很嫩 油打的就是香 看这腿多嫩 还在流油 太嫩了吧 在那酱 好吃 最近又淘了个好东西 肠1米重7000克 看这个平常吃的30来克的胡椎肠 足足200多倍 你说商家生产这么大怎么吃呀 对了小时候最喜欢吃油杂子了 可以怀念一下 这放不下呀 看来整个上碰面就切了 这个烤鸡板筋都没问题 正正好 光是这个有点单调 其余点配上火鸡面爆炒肯定美滋滋 今天咱用裹木炭 烤出来热和 看这里边这肉一丝一丝的 用钢签子穿住 打上火刀好烤 每个面都打一打 刷一寸花生油 火腿切成菱形片 还有几样配菜 火腿上煸一下 微微发酵又可以了 炒俩鸡蛋 姜蒜爆香 下入火鸡面 多腿鸡蛋 翻炒均匀 调味儿来点鸡粉 酱油 盐子火鸡面调料 还有蔬菜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炒上烧烤料 先吃几口面吧,不然就坨了 炒的就是好吃 多了通油香,胡腿香 比纯火鸡面料包好吃多了 来块胡腿尝尝 你看外面这层已经浇了 还稍微带点脆 炒均匀 这感觉太爽了 炒 我家留一块儿,剩下给亲戚朋友喝一看 又倒了一块好东西 驴皮饿家都吃过 今天倒了一张土黄牛皮 据说这碗也能熬 效果也不错 又挺上了咱的老伙计 可以大大压缩制作时间 待会咱试试 用钉子固定住 烧鸭的毛铲掉 感觉好解压呀 再分割成小块儿 给它焯水去一味儿 葱姜 拌瓶料酒 改刀成小块儿 这次不能用这个网了 得用这个别的袋 上半米花去 油皮放进去 再添点清水 经过里边这个高压 再稍微一高就可以了 气压有点高 稍微放点气 那效果怎么样 我的天哪 又是我想要的效果 要是用过熬三天三夜才有这样的效果 非常整容 一会儿再把剩下的混一包 牛皮椒倒入一瓶花鸟酒 两斤黄冰糖 现在里边还有很多水分 多熬一会儿 加入红枣 核桃仁 枸杞 黑芝麻 拌拌均匀 满满的都是真材实料啊 直接从这个模具里 这个时候得发个朋友圈 这个新手机不出来 你的苹果XR咋不用了 有点不流畅 拿去换钱了 我看最近好多网红 都在顿顿火抽旧手机 我也跟风试了一下 没想到现在卖手机那么方便 就跟简翻卖一样 下个那就是小哥上门 而且价格也很工的 我那台用了三年的XR 都能卖两千 如果你家里有不用的电脑和平板 也赶紧拿上面换钱吧 这么方便 我也下一个试 冷藏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改刀成片 毛活了两天一夜 尝尝 嗯 吃起来好香啊 煮的时候还有那个平味 现在是一点一味都吃不出来 这个红炸味还挺明显的 好吃 那当然看这里边的核桃 红枣 黑芝麻 枸杞 口感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橡皮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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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